经过整晚训问 脸上带点疲倦神情 面对提问挥挥手不愿多谈 他是新光集团旗下惠普企业公司的马姓协理 因为涉嫌贩售无照医疗设备遭约谈 训后依违反药事法40万元交保 另外还牵连新光二少奶奶孙若南 刻意躲避镜头 结束征讯后就悄悄离开北检 孙若南和惠普企业另一名正姓员工 训后都被请回 这回会被检方盯上 都是因为这台牺牲透析用的水净化设备 没有经过卫生署许可就返售 根据相关规定 94年以前安装的是不需要许可证 但是94年以后就必须要申请 惠普曾经在99年申请过遭退件 之后即便知道医疗设备需要申请许可证 仍无知要继续返售 台北市医院用到这款净水设备的 就包括新光福大和中兴医院 甚至阔籍全台27间 医疗院所 全台有8.2万的洗肾人口 但是无照的洗肾用净水设备 却仍然在各大医院使用 像是台北市联合医院中心院居 也有用到这款净水设备 而卫生局也下令要求在一年之内改善 惠普马信协力强调是因为 卫生局曾经发文表示 医院洗肾设备不需要许可证 才被误导继续贩售 并没有执法犯法 但即便如此 各大医院明知设备无照 仍继续使用 其中是否牵扯其他利益关系 建方还得调查清楚 记者徐志明 刘雨景 SNG小组台北报道